台灣女子網球好手謝淑薇 在個人記者會上哽咽說著 認為自己沒有獲得教練配額相當委屈 但眼淚的背後 還是得釐清事實與來龍去脈 由於國際奧會規定 各國教練配置 依選手數量限額分配 本屆旅游奧運 我國一共57名選手參加 按規定只有29名教練 派出田徑 跆拳道跟各個單項 一共5人獲得資格的網球 最多只能獲得2名教練 至於選擇優先順序 過去網協曾以同時擁有 單雙打資格率先領選 不過本屆旅游奧運更改方式 甚至早在去年2月就已經公布 以單雙打排名最高者率先指定 女子男子各一名為原則 如此一來 女雙世界排名第5的詹家姐妹 理所當然優先分配 即使單打排名第75的盧苑勳 排名比不上雙打排名較高的 謝淑薇 莊家榮 但以男女公平原則 盧哥可獲得第二名教練配額 遺憾的是 謝淑薇並沒有釐清 領選規則變動的資訊 才會演變成今天的局面 怎麼說呢 是第一次我才發現說教練制度是會有變動的 像跟秘書長講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才會有一點反彈 所以我們其實看下國家賽的時候 我常常都 他們遊戲規則有時候變動 我實在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而且我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我真的是沒辦法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 如今體育鼠尾的平息風波 特別核准謝淑薇 劈卡 其劈卡教練 待遇與其他教練完全相同 唯獨無法進出選手村 能否接受這樣的模式 謝淑薇也給了答案 謝淑薇想要拚奧運的心情讓人理解 但從個人社群網站發文 到記者會上 才釐清教練團的領選規定 這個責任該由誰來扛 成為謝淑薇必須好好思考的問題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